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有恋爱的感觉哦 好舒服啊 哎呀 忘记做自我介绍了 欢迎来到这就是灌篮第四季 我是天才兼篮球部门面担当 篮仔 又到了最热血的夏天 又是一年一度的篮球季 本天才当然还是篮球部 实力王者啦 什么 篮球部的心声居然比我还强 啊 马上要参加灌篮室了 即将踏上灌篮的真称 我现在在厦门距离青岛700公里 距离灌篮1149公里 距离灌篮1700多公里 我在当飞机 我现在在上海横脚机场 这次机会是高手云机 这不过来准备挑战一下他们吗 很期待 很期待在场上跟大家碰面 期待跟大家打球 很期待与你们过过招 兄弟好好的啊 这次别再一轮游了啊 杂哥啊 要参加这球灌篮了 江湖上又要挂起一场腥风血雨了 太好你兄弟 加油 这就是灌篮室 我来了 灌篮 我来了 这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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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灌篮 我来了 除了篮球部新生 还有三位和本天才一样 颜值和实力兼备的经理人 为了篮球部的壮大 他们已经开始偷偷努力了 我今天多了一个身份 这就是灌篮室的球队经理人 我得给阿联打个电话 我得问问他 因为我没做过球队经理人 哈喽 哈喽 阿联 杉哥你好 是我 是我 我得跟你说一下 我参加了一个节目 就是那个你原来参加过 叫这就是灌篮 你知道吧 我就想问问你 比如说这个作为一个好的职业球队经理人 应该怎么样去选球员 就在这跟你请教一下 能突破 能投篮 能突破 能投篮 又能干到 又能挑篮板 又算又能打 最好 你这基本上全能标准 运气那么好 又碰到这样一个 又那么全能 又那么能打的球员的话 那我只好替我们广告队的总经理 和自奉主教练 给你说声谢谢 不仅我是 这就是灌篮室的球队经理人 我还是阿联的球探 我在这帮你发现新兴的 好嘞 我今天基本上得到了一个 更新的 更有力的 更有价值的使命 好哥这么晚还在打球呢 对 因为马上要去参加 这就是灌篮 因为好多年没有参加节目了 比较担心体能不够 所以来恢复恢复 我希望能够在这个节目里 能够发掘更多的素人球员 给他们展现的机会 让更多的人认识他 然后能够对他们的篮球生涯 有所帮助 你知道有神秘人物 给你准备了一些赛前忠告吗 这我知道 就是要去参加节目之前 有向他请教过 他也给了很多建议 你们想知道是谁吗 大家好 我是李宜峰 听说欧豪要去参加最新一季的 这就是灌篮 在这里我有两个小小的建议 第一个呢 就是你一定要取一个霸气 厉害对名 然后第二呢 就是一定要相信你所选择的球员 要多给他们鼓励 多给他们信心 陶哥跟我们说了啊 他会找机会来表演一个扣篮 希望大家现在就鼓掌 让他扣一个 扣一个 不行我累了 这就是灌篮第四季 我来了 冠军是我们的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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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正在录灌篮寺呢 然后你不是第二季参加来着吗 你最近有没有时间 咱们可以约个球 然后找你去去惊什么的 你好 你好 赌一个吗 你想赌 想赌可以 赌一什么 打一什么赌 赌呗 咱俩开飞机吧 转十圈上篮怎么样 可以 可以 可以吗 这位 试一个 试书 试书 好球 好球 别放水 没有 没有 不用心里 这叫外场 别心里站 好球 死亡缠绕啊 不是死亡可以吧 到位 好球 好球 选胜 好球 好球 这目前是我在灌篮参加过的最有强度的一场单票 来吧 结账吧 是这样是吧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八 九 十 好球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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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快 真的晕 头一个回家球结束吧 快 心里人就这么努力 帘儿 开他 男的肉 你 嗨 冠安的朋友你们好 我是真的很可以的 曾肯宁 虽然我曾肯宁现在顶着奇刘海 但是 我绝对是很霸气的那种 谢谢 记得为我加油 加油 加油 那你这次来到灌篮做女领队 有没有什么目标 目标吗 做冠军领队 那当然 来了就要做最好的 对吧 大家好 我是Daini 我刚介绍了一次 有点尴尬 之前一直都挺喜欢篮球的 但是呢 可能对于专业的很多的知识 和术语都不是很清楚 所以录制节目之前 然后就找了很多朋友 问他们关于球场上 要注意一些什么 或者是我要知道什么样的知识 学了一些 对吧 可以用得上的词 嗯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包包包上恩 然后我是 这就是灌篮寺的女领队之一 我参加这个节目呢 准备了一些笔记 全部都记在这里 灯弹 红的 来得像不像高中生 那时候语文课做笔记 那你这次来到灌篮做女领队 有没有什么目标 我希望我能够活跃大家的气氛 然后让队员们就是会感受到 这是一段舒服欢快的一场 呃 篮球之旅 等待 永久的等待 树叶绿了又黄 这就是灌篮寺 还得感谢这就是灌篮寺 让我能有机会 在 东方影都的门口 晒太阳 啊 好热 我的领队呢 你好 李晨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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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可以 没问题 没问题 谢谢 我好像知道是谁了 老大妈 春到老大妈 好 谢谢阿姨 谢谢 谢谢 她在跟粉丝合照是吗 哈喽 小包同学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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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晨老师 哎呀 起座 是的 是的 来了 救命 啊 好可怕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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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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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那个可妮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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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欧豪 嗯 好 来吧 帅哥 好 我觉得还挺有缘分的 你记得我们昨天航班是一般吗 我坐在这边 昨天是你 是你 因为大家都戴着口罩 对对对对 果然对我毫无印象 我觉得真的就是还挺有缘分的 嗯 就是我有一个姐妹 她是你的死忠粉 我等一下就要给她发微信 快现在就发 姐妹 对 你好 我是欧豪 我听我姐妹 谢谢你 其实你就是我三个里面 就是最心仪的那一个 你这么一说 我也以为这是个相亲节目 是不是 哈喽 哈喽 那那我给 自我介绍一下 好好好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傅君姐好 我就是爹地 啊好 我是侯明昊 啊 啊 我们现在是要去的 我看看 我们现在是要去的 我们现在要去那个 好像没有说 哦 那就去了看吧 嗯 我要紧张死了 真的不用紧张 我知道你很年轻对吧 十九岁 十九岁 哦 那你比我大两岁 嗯 没有没有开玩笑 您大概球龄多 多久吗 球龄可能比你年龄都大 对吧 你父母是 七龄后吧 嗯 我跟你父母是一个 年龄阶段的人 哎 哎 算了 你说都是眼泪 你是打什么位置的呀 我 后卫 后卫啊 是一号卫 二号卫 二号卫 你有了解过是吧 他说你平时就喜欢篮球 因为我的 我算是库里 哦 嗯 我主要是喜欢麦迪跟柯比 杜兰特呢 他们队三个我都喜欢 我们有一个任务卡 好 看一下哈 亲爱的经理人和女领队 各位你们好 这是一封来自海边球场的 约球邀请函 在正式登陆灌篮寺的赛场之前 将要接受一场严格的考核 只有通过考核 你们才可以顺利进入海省的球场 希望你们通关顺利 神秘的灌篮大佬 好吧 我们接受这个考验 嗯 不管说什么 其实这对于我们来说呢 都叫小菜 好小菜 上小菜 上小菜 小菜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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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说 你知道吗 我已经有半年没摸过篮球了 但是我相信你 等会我们俩要输了怎么办呀 我都不知道赛制是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 而且我听说对方两名女领队还特别高 好 好像是 谁 陈哥 投了一个三不沾 真看不见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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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孩子 都不是 因为它最强烈的 是 对吧 还是我们进行PK 可以啊 就来了吗 来啊 帮我们先比比赛一下吧 陈哥 那我们比比什么呢 比法拉子 好吧 然后输了跳海 什么 这谁也不认识 哎 你看我们都穿成这样 你怎么穿得这么 你是来说唱的吗 来 你好 你好 我们先见过 你好 我们拿着你们的资料在看 你好 她刚说 我说这个猜是谁 我没有 你不要 他没有说 他没有说 我说从艺时长三十二年 我说那一定是成歌了 她说那 从艺时长三十二年 一看就是成歌了 怎么比我年 你想说从艺的 比你的年纪都要大 我没有 他说的我完全没有说这句话 这别扣年龄了 这哥是我的错 对 是 来人 哎呀 来人了 来人了 他说我了 不是跟他们挑战吧 应该不会吧 大家好大家好 你们准备这跟我们三个打 这跟我们三个打 真的吗 哇 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 哈哈哈哈 那就不用打了 不会吧 那我走了 对不起 我退钱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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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我们两个是退役的 我们两个 我都已经快埋埋土里半截了 我都喊你们退役 我们投降 你们三个就是经理人 会有一个挑战 三v三的挑战 对 是我们三个人自己打吗 不是我们两个 对 你们三个是一组 然后你们是会在这个 三v三的这个比赛里面 就是展现你们的这个 技术 球技能力 我们三个 在赛后会有一个就是合议 会有一个商议 就是说决定你们的排名 谁啊 这三个人很可怕吗 你们的对手 一个拥有15年球龄 17年球龄 跟19年球龄的三个人 据说一米九多都二百多斤 真假的 对不起 我们现在就是请三位 我们的挑战对手 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是身高差不多190的张兴尧 看出来了 我们看出来了 看出来了 看出来了 欢迎啊 欢迎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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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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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原创歌手于家运 耶 要你 取得最美的风景 什么你们都会啊 你们是哪个队的 对啊你们哪边的 不会不会不会 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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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呀 什么东西啊 你们哪边的 这什么呀 我是演员周俊伟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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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呢就是应了教练的要求 过来 测验一下我们经理人的能力 试试我们 没事 我们接受挑战真的 因为 我们既然来参加这个就是灌篮 这个节目 就是要来打篮球的 没关系 接受挑战 小菜 哇 哇 可以可以 很狠话的 要放狠话是吗 是怎么说呢 不是针对某一个人 我想说在座的各位 在座的各位 都是前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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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前辈归前辈 篮球 就是篮球 对 如果打不过的话 你们也得让位 经理人的位置 我们也想坐一下 说不了 来 听说话 人家说了 前辈是前辈 不行 你们也要让位 对 牙育 好彩 你刚刚说什么 什么什么让位 我想说 你说再多 你都无位 篮球场上 用篮球才是真的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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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这段剪掉 再来一遍 谁打的好 谁才是真的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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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现在我们就来宣布一下 就是说这场三维三的是一个 15分球的一个赛制 谁先到15分谁赢 现在就是交给我们的那个 NC1 欧豪球技数第一 场上你是MVP 还有又远 我们相当专业 比赛必须三个裁判员 比赛开始 上来身穿蓝色灌篮球衣的幸运周队 先进攻 但是欧豪 我们的灌篮经理人迅速的一个断球 轨到自己球队第一次进攻的救援拿分 来自侯明浩 相当帅气 球权交换 牛啊 侯明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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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吃防他的中头 虞仰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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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湖顶的一个传球 看看突破 寻找机会 被转身 相当帅气 但就是球没进 动作满分 再转移 很耐心 打病人没事 虞仰运在左侧观察 观察 对 反正没有 有 三分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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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蓝队为什么吃亏吗 他们没有人给他们加油 周俊煒三分命中 反超了现在三比二 让他们一分没事 加油 不好 转身 自己再拿进攻篮板 手提手交给侯明昊 利用李承 诚哥的掩护 这么准吗 得分的主要输出机器 侯明昊 他有篮子的 侯明昊得分机器 经理人队 4比3 反超 换 右侧突兀 周俊伟 漂亮 这比赛是两个球队当中 两个人的互相得分的比赛 这一下侯明昊的两分跳投 没有命中 给到于家运 试着感觉 这球投篮 算光而出 走步 太压力了 我看到我都没吹 我看到我都没吹 诚哥 于家运演示一个 走步应该是什么样的 犯规 犯规罚篮 开玩笑 我回放了是吧 我看着他也让他们休息一下 好 篮队球 金云周队 比分还是5比4 蓝队 金云周队领先 赵金瑶 左手 勾手打中 漂亮 再行 现在 7比4 侯明昊 冲药侯明昊 一个掩护 侯明昊在基地给到立成 看看立成被打 挡不住 来了 对 好 上高 好 上高 我就知道你来平 陈哥 把架押不住 小菜 帮助球队追到还剩一分差距 陈家运再次拿出单打本事 好球 转身出手 好球 跟一下我的 李晨摘到篮板 运出三分线外 起球之后直接出手 这是一个传球 我觉得陈哥有点老了 漂亮 好 这一次 吴敬来 好球 8比7 还有加罚一次 加罚有进 好球 那个 等一下 现在这个规则改一下 就是考虑到 大家就说这个体能 确实没有达到我们教练的要求 15分现在改成11分 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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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实话体能什么的 我没有看到 那就不 controll 我觉得男孩子 就真的不会在这个事上 说不行 15分 15分 好的 15分 还是15分 球拳交换 鲜云州队 直接用传球晃开对方 差一点点 给一个攻击 漂亮 进了 漂亮 好 注钩 9比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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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红明昊这边 风 上 三分 三分 也是没有命中 差一点 来 周静伟拿球 这边直接交到篮下 犯规 打着点凶 于家云两次罚篮 没法 罚中 新云周队10比9 球拳交换 你们一定会自己不单弹 借球理晨决定自己打 背转身 右手 犯规 犯规 只有犯规才能阻挡 犯规 犯规 罚篮两次 差一点 差一点 两罚都没进 我们要进行那个砍陈战术 我们胜利就是砍陈战术 砍杀 砍杀 砍陈 砍杀 砍陈 没事 陈哥加油 现在新云周队的机会 领先着一分 无人看管 于家云的空尾投篮 两分投中 非常稳定 十二比九 新云周队拿到三分赛点 来看看我们灌篮经理人队的反击 转身 这下抢头来自鸿明浩 十二比十一 新云周队只领先一分了 走啦 针尖对脉盲 这个比分非常紧咬 罚一个 罚一个 罚手 想直接结束 不要 想法是不错的 现实是残酷的 还是给欧豪 欧豪在左侧拿球 一对一 来个挡拆 看看给一个掩护 下顺 再找到洪明浩 洪明浩 对上周静伟 被盖了 李晨 把对方盖掉的球拿回来 再给右侧洪明浩再拿球 继续挑战周俊伟 晃动 出手 走啦 命中 漂亮 牛啊 洪明浩 冠然经理人队 现在洪明浩 两分命中 反超比分十三比十二 现在两边都是赛点 李宇周队需要一个三分直接结束比赛 如果打两分他们要打两个回合 冷静 冷静 没事我在背后 放 放 两分放了 放这一次策略成功 打进 打进就一个了 谁来做灌篮经理人队的 绝杀 终结者欧豪 大众 恭喜冠然经理人队拿下比赛胜利 欧豪 完成绝杀 好棒 好球 好棒 好球 抢二十个 好棒 好强 没有人理我 他会走了 三个教练俩俩还当裁判 我跟你们说这是剧本 他们之前跟我说好不能赢 好 那他们也跟我们说过一定要让着你们 让都让过 我们让都没让过 来我们感谢张兴堯周俊伟于家运 谢谢 谢谢你们三位为我们送上一场开局的胜利 谢谢 看着你们成长我们很开心 哈哈哈 我们经理人队就是通过就是三位就挑战者的这个 比赛 对内得分第一的 作为这个第一个优先选择教练的人选 那么就是 明浩 MVP了 MVP 绝对了 MVP 我们的明浩 现在在我们三位教练当中做出一个选择 反正我们选猪老师吧 我们选猪老师 就是猪总 谁跟我抢我弄 哈哈哈 我好期待 哈哈哈 我和女领队然后一致的选择 一致的选择马老师 选择马老师 马教练 you guys see each other for a while already 哈哈哈 其实之前马老师在 在MBA比赛的时候 其实我就观众马老师 当时特别的 就是羡慕他有这么出色的这种个人能力 其实我对马老师还有一份 小小的情怀 因为就是其实我也是北京人 然后也带我们北京拿来拿 就是拿了冠军 对对 我觉得这一点就是 也让我非常的骄傲跟自豪 谢谢哥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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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哥 然后第二个选择是欧豪 欧豪这一组跟女领队 you guys 我们商量过了 我选猪总 我选猪总 好 我想说一下 太好了 太好了 你们选的 太好了 你们选的让我选无可选 大笼子 你看起来很勉强的样子 陈哥 我和陈哥感情很久了 对我们感情很久了 对我们业着很久了 对 确实是好哥们 好大哥 陈哥今天很牛 就抢了二十多个篮板 很牛 我选猪总的原因是因为 当然因为很强 我虽然是福建人 但是我从小在广东长大 我也是广东队的粉丝 也是猪总的粉丝 等于是从广东队九年八冠 最辉煌的时期 作为球迷我都经历过 所以今天很开心在这个节目 可以跟猪总 我们成为队友 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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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O号队 我们就是广东队的支持 他们三个 我们三个在干嘛 着急 那我们走 我们走 我们走 你们走 我们走 哈哈哈 你们配队成功了 我们干嘛 那个我们 再一次感谢那我们的三位挑战者 张希腰 周俊伟 于家运 再次感谢 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 经理人 女领队跟教练的配队已经结束 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开赴我们的海选环节吧 欢迎来到 这就是灌篮第四季 有请经理人团登场 今年 我们将使用不同于以往的全新赛制 本赛季海选 将持有着三支灌篮考核关球队 街头赛道 学院赛道 以及国际赛道 你们到底想选谁 喊出来 街头 街头都是活在紧急里的 我就是打曹芳 叫得越欢 一会儿收拾你们越狠 单挑环节 我希望你们可以站出来跟我打 打完了 让白晶送你们一条积极的 到底CBA的选手和街头赛就是厉害的选手 能打成什么样子 你们怂不怂吗 我不能找一个软式的捏 我就想干曹芳 看他不舒服 赶紧让他回家 我说大家想看吗 赵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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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防我 他也砸我 赵芳毫不畏惧 三分线砸一个 我的天 我的天 赵芳 手拿到 赵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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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停歇 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 感谢首期合作媒体 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